我又回来了 时隔快一年的时间 我再次想起了我的Vlog 之前其实拍了蛮多的 记录了很多生活的东西 比如说宠物的 Vlog其实有记录 但是因为内容只有重复 所以我就没发 那我就准备记录一下 每天吃饭的这个 吃播的这一期的Vlog 我的妈妈给我做了一顿丰盛的晚餐 看看吧 饺子跟白菜 丰盛吧 这个饺子呢 因为平常我也很少喝什么蒲公英水 但会喝一些5C泡灯片 护肝片 然后我妈妈呢 就把这个蒲公英 当成这个饺子里面的馅 做在这个里面 这个蘸料 其实是非常好吃的 就是我从小到大都必不可少的一个 一个蘸料 它是有那种干辣椒面 还有那种葱 加上酱油醋盐调成的 不是你刚才说的是 我的晚上很丰富 故意的 故意的 为什么呢 哎呀这是一种 妈呀我妈真的是比我还不幽默 这个白菜 丰盛的白菜 她说今天晚上丰盛 丰盛啊 这饺子也怎么丰盛 你不要弄我 弄我干嘛 弄我干嘛 弄吧 弄吧 没事 人在啦 你干嘛呢 我叫你不要弄我 我这两个问题 我给你吃 你怎么那么颠颠咚咚的 不是不跟我妈面子 这个饺子呢 肉稍微有点多 然后因为我喜欢吃那个 锦内馅的 它比较脆 我跟你说 这一次是爸爸包的 我获得馅 它包的馅太多了 你感觉就很实在 这弄出来这馅就特别硬 不松软 感觉它没有松软过 我包的话我不包这么多 爸爸妈妈做的 就是父母做的 全部都是好吃的 开吃了 哈喽 我现在在酒店 今天是酒店餐 然后还有半个小时 要出发彩排 吃个晚饭 这个土豆丝 从小吃到大 从来不容易 你这关于土豆的食物 都是每一顿必点的 吃什么呢 烤鸭这整一只 好像单吃一块 这黄瓜能不能多上去 � duck 便宜 想拿一下 打个小手 撕裹 一下 醬汁 可不可 这是我的产品 这是我们大家的产品 男嘉宾 来吧 往后来 你看到 进来吧 我喜欢你 马上就要去红棠了 赶紧吃个饭 然后换完衣服就去红菜 今天是什么菜呢 豆角 这个番茄鸡蛋 黑胡椒 牛肉 豆角 我们俩豆角 这种猪蹄吗 就是回锅肉 家长的菜呢 骨片都比较符合我的胃 这个西湖式鸡蛋 其实应该是每顿都必有的 其实非常像下饭 拜拜 吃饭了 你们知道 现在是几点钟吗 现在是2点35分 没想到又饿了 还好我旁边 有两袋薯片 薯片这个声音 给你们听一听 有助于睡眠 听这个声音 就有时候 还真的听完挺踏实的 整个人又困疑了 其实外面还有水果 看一下这一个水果 包一个火龙果 有点饱的感觉了 再感受一下 要不要吃这个香蕉呢 吃一个吧 吃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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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这一期的吃播Vlog 就结束了 如果下一期你们有想要看的 我都会去跟你们分享 希望你们都开心快乐 健康平安 拜拜